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多女生在經前經後 婚前婚後 產前產後 全天後都喜歡吃甜食 今日QQ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無添加無負擔的DIY甜蜜美容 第一位出場的是姜糖軟身潤膚肉 材料有片糖和不需要這麼新鮮的薑 糖是可以美容的 它除了可以令到肌膚柔軟之外 最重要的功效就是保濕 做法非常簡單 我們將薑洗乾淨 連皮切片 薑除了有超級抗氧的功效之外 亦都可以行氣活血 由於片糖比較難溶於40度的暖水 所以我首先將它在鍋裡用少許水 溶掉它 接著可以飛奔去我們的肉室 放薑在水裡 再倒入片糖水 如果閣下用的是沙狀的紅糖或黑糖 就不需要做這個溶解的動作了 通常女士們在冬天的時候 會皮膚乾燥或手腳冰冷 浸完這個buff 包你暖粒粒滑 經前經後浸這個肉也很棒 我會知道 之前看了Michelle有一個用米紙做paper mask的影片 Michelle就是用茶去浸她的米紙 而我決定用黑糖水去浸我的米紙 mask 首先我們將米紙剪成腰果形 由於米紙是很脆的 所以在剪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浸米紙的糖水不可以太熱 也不可以浸太久 不然就會變爛火粉 當然有黑眼圈問題的朋友 也可以加少許茶下去 我們大概敷兩三分鐘就可以拿走眼窩 除了用糖水之外 大家也可以用蜂蜜水來代替 糖是非常好的保濕劑 我們平時聽到保濕成份 光滅酸、黏多糖體 其實都是屬於糖的大家族之一 現在我將Honey、Powder Brown Sugar 和椰子油拌勻之後 就可以做成溫柔滋潤的磨唇膏 當然大家也可以用橄欖油來代替椰子油 不過我用椰子油是因為 用剩的磨唇膏可以用來塗麵包 糖外用是可以美容 但如果吃得太多糖的話 其實是會偽用的 為什麼呢? 吃糖吃太多會令到你的身體發炎 糖是屬於酸性的食物 會令到你的身體呈酸性 當你的身體呈酸性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炎 所以吃糖吃得多 亦都會 cause 暗瘡 糖除了可以令到你生暗瘡 爆粒粒之外 亦都會令到你生這個皺紋 因為糖呢 是會襲擊一些很健康 很柔軟的collagen 另外呢 糖亦都會抽乾細胞的水分 令到你的細胞 dehydrate 令到我們衰佬其中的一個原因 就是游離肌 吃糖亦都會令到我們身體的游離肌數目增加 所以要美麗的話 就不要吃那麼多糖 如果真的要吃糖的話 盡量避免吃精製的糖 即是白酸酸的糖 最好是吃白糖 蜜糖 最好就是吃水果 天然的果糖 是比精製的糖更健康的 台灣 Milan 香港 Athen Baden 日本 Java Lima London 香港 香港